北约峰会降低乌克兰加入的门槛 泽连斯基依然不满 怒斥西方荒谬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种种迹象表明 泽连斯基不再是西方重要场合的主角了 这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更多的信息搜索泽连斯基被冷落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呛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7月11号北约领导人峰会 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面 北约国家对于乌克兰是做出了承诺 表示将推进入约程序 降低基辅当局加入北约的门槛 北约领导人同时还公开表示 说将会在全体成员同意 而且条件合适的情况之下 邀请乌克兰加入 然而对北约降低乌克兰加入门槛的情况 总统泽连斯基是非常的不满意的 因为西方国家一直不给乌克兰入约 一个准确的时间表 对此泽连斯基就怒斥西方国家 说这种情况荒谬 实际上这一次北约峰会 情况是有了明显的变化的 在今年6月的G7会议上面 泽连斯基几乎是全城都占据了C位的 然而在北约峰会上 各国领导人都在交流 只有泽连斯基一个人就被晾在一边了 那很明显这是遭遇了冷落嘛 这种情况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还是非常罕见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 泽连斯基此前就要求北约给出明确的回应 这个究竟同不同意乌克兰加入 他同时还强调说 如果北约不明确表态的话 那他出席峰会也毫无意义 但是令泽连斯基没想到的是 北约根本就不想回话 对于自己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 甚至有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就公开表示说 泽连斯基的行为太过分了 很明显泽连斯基不再是西方重要场合的主角了 那我觉得呢 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其实主要的原因两个 第一 美国是不愿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 北约这个组织的本质呢 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工具嘛 因此呢 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 必须得到美国同意 然而美国也很清楚 就是如果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将会彻底的越过俄罗斯划出的红线 那到时候呢 俄乌冲突将会直接演变为 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 美国和俄罗斯都是拥合大国嘛 那爆发冲突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 因此呢 美国只愿意通过乌克兰这个工具国 来对抗俄罗斯 而不是自己下场与俄罗斯交手 那自然也不会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 第二呢 就是乌克兰的大反攻啊 基本上失败了 让北约呢也是失去了继续原屋的信心 在7月10号 这个乌克兰的副防长安娜 马利亚尔就表示说 这个乌克兰已经在南线夺回了10.2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东线呢 夺回了4平方公里的领土 乌克兰大反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夺回了169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巴赫木特周边地区呢收复了24平方公里的领土 不过呢 马利亚尔也承认啊 这个俄军已经开始多线进攻 而且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那与此同时呢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说 乌克兰在反攻发起之后呢 人员的损失超过了2.6万人 武器损失超过了3000个 这样的一个成绩单 战绩啊 让西方国家非常的失望 要知道援助乌克兰呢 不仅是在这个北约内部分歧很大 在美国国内也是个争议话题 拜登政府持续援助乌克兰 已经被共和党多次抨击了 那随着乌克兰战况越发的不利 西方内部对于原屋的分歧也变得更大 泽连斯基呢 竭力想要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是想把整个西方国家都拖下水 因为他明白 这是击败俄罗斯的唯一的方法 这种想法当然骗不了美国 泽连斯基能被这个西方国家支持 这个成为这个重要场合的主角 只是因为他是美国的代理人 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呢 泽连斯基没有能力 当然也没有资格与美国去讨价还价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下期再会